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焦江逛吃 现在已经快十点半了 我们要去吃早饭了 我们先去吃这家张园吃饭 它这个面积真的好厚 里面一种麻辣豆里面的面积粗好够啊 吃一个这个炊肉 好吃 里面都是肉诶 我以为它只有这个顶有一点点肉啊 结果里面都是肉 这还挺好吃的 我之前都没有吃过 它比较就是酱 猪皮有点黏黏啊 但挺好吃的 这糯米饭都吸足了 肉汁味很浓 一点点fl hub 里面的东太是 最后甜的东西 很多都可以做 因为我们做到的东西 非常有种 有点好吃吗 所以我们做得的 吃西安 确实吃 吃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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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第二家店铺叫做越南杂肉店 我们买了12块钱这个肉条 最好吃的 它调味不是很顺利的 这脚都还蛮稀的 我们到了今天吃的第三家店铺桃福寺 其实也是在这边附近 你看它四十年老变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我们已经是在这里 四十年老参加 这个菜 鸡肉店 아요 下个牛肉店 然后里面热 然后里面热 现在也有点油 没电了,你带了充电器,隔壁可以充 好的,谢谢 它的汁是那种糊状的 这个就是那个游远,我感觉有点像糖尤巴吧 它个头还挺大的一颗,骨彩的 还有这个糊糊 它是一种块的,这样子的 好可怕,好像水怪 它上面那个汁哦,是很黏醇的那种,就很像那种胡辣汤 吃了点稍微带甜的臭豆腐,但也会带一点辣和酸 看到没 汤汁糊糊的也很好吃 油圆 我本来以为它就是这种口感像糖尤巴吧 但是它是那种空心的 味道也是那种甜甜的,但芝麻香很香 里面是空心的 有点像我们那种早餐车那种里面夹芝麻的油圆的那种油香味 吃完这油圆汁,感觉这一点都不甜 好淡 刚才我在外面 爆晒之后喝这个冰冰的,我觉得好爽啊 它这个不是我想象中有青草的味道 它这个糊是更 感觉是一种密度更大一点 更稠的糊 夏天就适合吃这种 要来了 我们现在要去吃梅花糕 就是前面这个 棒子 这里有人家卖梅花糕 我等的人 他在多远的未来 那老板从那个 保温袋里面拿出来还好烫 它真的好便宜啊 5块钱4个 而且色头很大 你看上面 那是红糖 芝麻味比红糖味的好 里面是黑芝麻馅的 里面是黑芝麻馅的 感觉像在吃汤里 里面是最美丽的意外 夏天挺香挺软的 吃多了会腻 因为还是蛮甜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吃这家粘子蛋饼 到当这边一路上开过来好多家卖蛋饼的 我们选了一家就是比较有名的 我们一起试试看 我们一起试试看 这家粘子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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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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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料好碱喔 嗯 嗯 我又收到了来自缅甸的点的话 嗯 他会偷控的针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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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今天就一站来到就是平桥小吃街 就是 嗯 大学城附近的那种小吃街 嗯 那我们今天就来吃这家精筷子防复炒包 我们从副厂都要到了 是不是很诱人呢 我们都要吃了小饭了 妈妈拿了一份水果咯 褐素的水果咯 是双瓶奶 和巧克力豆 你在我怀中 你的手法蓬松 缠绕着我随风摆动 月亮挂在星空 剪绊着你俗情中 有你味道的风 你吃饱了 要回家了 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拜拜 外面的天好漂亮 回家的路上 晚风的爱 一颗寂寞的心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